秒开楼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 季后赛,老英遇到麦阿密热火,极致的进攻和防守,撞了个满怀。 这是万众期待的试炼,特雷扬,作为新生代中的进攻翘楚,略一略纽约没什么,但如果能在热火队的防守下,打出漂亮的进攻,在联盟中,基本属于横着走的存在。 但事情没有朝着麦阿密市长特雷扬的方向发展,特雷扬,在麦阿密的防守阵仗中,败下阵来。 一直以来,作为灵活后卫的代表,特雷扬,并不惧怕换防后的错位。 但麦阿密拿出的策略更狠,不断的,用肌肉和对抗,去消耗,且当特雷扬做好化防后,他面对的,是机动性更强的,于是,这个夏天,老英不想原地踏步,或者退步,改变是必须的。 他们以一笔昂贵的代价,从马斯对交易来了得上泰莫里,刚打出职业生涯最好的赛季,并入选了全明星的新兴后卫。 后场防守力量,加强马斯,是一只崇尚防守的球队,而主力莫里,是其中的重要一环。 在波波围棋的指教下,莫里长臂,运动能力出色的特点,一展无鱼。 作为一个后场,他的臂展,就达到了211厘米,262厘米的站立摸高,超长的臂展,帮助莫里,能力用身材,和运动能力,就达到超出预期的防守效果。 横向臂展,有利于防守的覆盖,而出色的运动能力,又帮助莫里,去及时做好协防任务,早在2018年的时候。